民敵聲不斷響起 原警把機車掉頭 準備追前方的騎士 騎士和停在馬路上的貨車 發生碰撞 騎士連人帶車倒了下來 一名男子頭戴安全帽 滿身是血跌坐在地上 警消趕緊將他送醫 上個月八號下午一點多 原來這名騎士久後上路 跑給警察追 被一名貨車司機目睹 堅毅勇為開車衝撞 酒駕騎士 貨車司機在警察面前 光明真大把人撞飛 但這個舉動引起酒駕騎士的 家人不滿 騎士母親PO文表達不滿 強調自己的兒子不是歹徒 卻寫下就算有酒駕 難道就需要被貨車撞嗎 現在受重傷他就該死嗎 引發網友論戰 如果我先生他沒有去阻止的話 他又追到另外一條街 傷害更多人 他媽媽沒有這樣想 一樣都當媽媽的 錯就是錯 對就是對 不少人留言力挺破車司機 說是對方酒駕在先 但也有人說酒駕和撞人是兩回事 先前也發生過 基隆一名正義哥 為了協助警方制服罪漢 事後挨告 不過最後被判無罪 律師表示事發當時 警察正在追捕酒駕騎士 已經實現刑犯 任何人都能協助逮捕 不過手段是否合理 得看當時狀況才能判定 加上民眾畢竟不是執法人員 遲度該怎麼拿捏才不會被告 也引起討論 再說黃國一章 齊雲 宜蘭 參謀島